梁許軒負癌基金會 大家好,我是梁許軒負癌基金會的Sunny 今天我們很有幸可以請到 專注於預防醫學的中醫生 為我們介紹一下這種新的技術 可否跟我們分析一下 這個測試有甚麼優勢和劣勢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 在香港子宮頸癌篩查的普遍率 都是相對偏低 很多時候是因為大家沒有時間 怕尷尬 又或者是怕痛 就不去做這個拍攝末片 HPV自我檢測 就正正針對這方面 就可以在自己的家 在無需面對任何陌生人的情況之下 自我採集這個陰道和子宮頸細胞 去做這個HPV的分析 而它的不好處就是 它因為體驗不到這個 子宮頸癌的細胞病變 所以它都未可以代替到 拍攝末片檢測 如果這樣說 這種測試方法 適合於哪些人呢? 其實這個測試是最適合一些 從來都未做過拍攝末片 又或者過去三年 未再做過拍攝末片的婦女去做的 又或者種種原因 而去不到診室去做拍攝末片的女性 都是適合的 在香港其實有36%的適齡女性 是未做過拍攝末片的 所以這個HPV自我檢測 就正正適合這班人去做一個篩查 所以就這個HPV自我採檢 醫生有甚麼建議呢? HPV自我檢測是一個簡單方便 又可靠的檢測工具 所以我會建議所有的適齡女性 如果她從來都未做過拍攝末片的話 真的可以試一試這個自我檢測的方法 但如果大家已經有定期去做拍攝末片的話 就不需要再做任何的改變了